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 报纸上看到了消息以后 我的夫人拿来给我看 第一个反应 出了眼泪了 非常的感动 感谢国家对我这样的 给了我这样一个荣誉 那么其实呢 这个 国家一直在我们香港的发展 都一国两制的落实 一直都很关心的 那么 表扬我们在这几方面的成功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是很多很多香港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做出来的事情 那么当然有些地方应该要做得更好 所以 怎么说法呢 就是 很感动 这个 非常的感激 我可以说 我今年82岁 我说牛的 牛的脾气就是这样 我继续干下去 一定 希望和大家一起去努力 比将来做得更好 比以前做得更好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种东西 谢谢大家